一对情侣车子抛锚正在等待救援 这时一辆汽车静直撞了过来 男人口吐芬芳准备上前理论 却发现驾驶是空无一人 情侣直接二脸懵逼 他们缓缓来到车尾 才发现后备箱里装着一具女尸 天一辆警方就接到报案赶往现场 发现死者身穿护士服 双手被蝴蝶结绑住藏室于后备箱 经过调查得知 死者是仁爱医院的护士刘亚平 一年前刚从国外移民到华城 车也是上个月刚上的牌 不久前刚把三岁的儿子和丈夫也接了过来 本以为一家人可以过上幸福生活 如今却离奇惨死在自己车中 陆离来到车上一番搜寻 却没有发现任何有用的线索 只找到一个可疑的钥匙口 经过法医初步鉴定 受害者死亡时间应该是昨晚六点半前后 死因则是警部被签字反复插入致死 这已经是短时间内第二个受害者 为了尽快破案 陆离决定病案侦查 事检科 物证科 要什么自己拿 其他人收盾 回到警局 第一个受害者朵拉的母亲已等候多时 她想要领回女儿的尸体准备下葬 可案件还没侦破陆离也只能拒绝了她的请求 陆离询问她是否认识人爱医院妇产科的刘亚萍 一听这话母亲也很是诧异 据她了解女儿应该还没有男朋友 没有道理会去妇产科 这时法医退代刘亚萍的尸体准备进行详细检查 当母亲看到刘亚萍血肉模糊的脖子时 顿时情绪崩溃 她可以想象自己的女儿死于何种痛苦之中 陆离也连忙上前安慰 此时警察妙龄和弹仔也来到刘亚萍家里 向她的丈夫打听死者的日常情况 当问起昨日案发时男人的去向时 她显得十分激动 人现在是在怀疑我吗 我孩子今年才三岁 我等这个团聚的机会 等了三年了 看到家属如此悲愤 妙龄和弹仔心里也是五味杂陈 陆离来到见证科询问高队调查情况 结果却发现车上既没有行车记录仪 也没有定位系统 一番调查居然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随即她又找到法医老师 发现刘亚萍是被凶手绑在椅子上下的手 而凶手使用的是右手 和上个受害者躲拉一样 并没有在死者身上发现被侵害的痕迹 两个女人毫无联系 而凶手既不图彩也不畏色 这让陆离想不通凶手的犯罪动机 除了反社会人格似乎没有别的解释 妙龄找到陆离汇报调查情况 有一个细节让她觉得奇怪 凶手每次打的蝴蝶结都像系鞋带一样 这种打劫方式非常业余 似乎不像是一般的连环杀手 他们查看大桥附近的监控 只有一个在凌晨2点24分拍到了抛尸车辆 而凶手则是将车挂入前进榜 让车自己溜上桥 从监控上只能看出凶手应该是一名男性 陆离叫来淡载 让他调出最近所有18到35岁的失踪女性档案 他担心还会有没被发现的受害者 而此时郊外的湖边 再次出现了一具女尸 郊外的湖边 一名红衣女子趴在水里一动不动 池震几人赶到现场 才发现是他们一直在寻找的莉莉 三天前他便离奇失踪 电话也关机怎么都联系不上 没想到居然被人杀害抛尸在湖边 索菲看着好友的死哭的梨花带雨 想要打电话报警 手机却被池震一把抢走 他担心莉莉的死是自己人所为 一旦报警可能影响到他酒吧的声音 所以决定暂时不对外公开此事 他要手下去殡仪馆租了一个兵柜 用来暂存莉莉的尸体 自己则马上返回酒吧打开莉莉的储物柜 他这才发现整个酒吧的女孩 都跟着莉莉做起了皮肉生意 每一笔订单莉莉都用本子记录了下来 池震看到这群女孩要钱不要命很是生气 而莉莉的死现在也让他十分头疼 老板陈先生已经知晓了此事 他将池震叫到码头 只给他五天时间 让池震查清楚背后搞事之人 池震马不停蹄地寻找侦探 可所有人一听到是命案都不愿意解 无奈之下他只能自己展开调查 他逐一给莉莉本子上的客人打去电话 却毫无所获 这时索菲告诉他莉莉还有一部手机 专门用来接火 而且每一个电话他都会进行录音 于是二人打开手机 一条女人打来的电话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我找莉莉啊 莉莉在啊 约在晚上十点半可以吗 我跟她说一下吧 约在哪里 约在大不第四号 两人来到电话里说的地点 才发现是一处荒郊废墟 如此空旷的地方肯定不是作案现场 池震推测凶手应该是从这里接上莉莉 带到别的地方才将其杀害 线索断了 走吧 靠 回到办公室 池震看到当天的报纸头条 才知道和莉莉一样死法的还有另外两名女性 看起来是一起连环凶杀案 但是三名死者年龄工作似乎都没有什么联系 这时索菲的一句话倒是让池震又有了新的调查方向 死了三个女人都很漂亮 说明什么呀 肯定跟性有关啊 另一边 路里也没有休息 他拿着地图 分别走了刘亚萍往返医院和家的三条路线 并记录了索用时间 以刘亚萍的生活习惯 无论他走哪一条 都不可能在中途下车 所以他推断凶手并不是反社会人格 他一定是和刘亚萍认识 并且案发前一直在车上 法医老师也告诉路里 死者伤口上既没有木刺也没有铁锈 凶器只可能是不锈钢或者上了漆的铁签 两个关键信息成为了案情新的突破口 路里再次找到刘亚萍丈夫打听他平时生活习惯 得知他们周末的时候经常去一个艺术家公园逛街 除此之外也再没有其他有用的信息 路里想要换个心情 于是来到幼儿园陪女儿医弄 却不巧碰到了前妻吴文轩和他丈夫 他也只能干大的离开 回到警队庙林告诉路里 第一个受害者朵拉 案发前离家出走去了男朋友家 还让他给自己文艺复画 新的线索出现 路里再次展开调查 他来到朵拉家里 询问朵拉最近有没有买过什么画或者艺术品 这时他母亲拿出来一幅画 上面画着的 正是丽丽出事前被叫去的郊外废墟 而画上本应署名的地方 却被人涂抹掉了 在路里去洗手间的时候 池震也假扮成朵拉的老师来到了家里 他一看到桌上的画 连忙掏出手机拍照 这时路里从厕所出来看到池震 两人似乎早就认识 成为你照顾 我律师做不成了 现在当老师也挣不上多少钱 从朵拉家里出来 池震和索菲决定去刘亚萍家里采集线索 两人假扮成保险公司的人 谎称刘亚萍有一份意外保险代理赔 聊天间池震发现墙上有一幅画 与家里的摆设格格不入 询问他丈夫才知道这是刘亚萍一位病人送给他的 池震使了个眼色让索菲支开男人 自己连忙把话装进了包里 两人出门时 再次碰到了陆里 他很好气持镇位和接二连三的来到死者家里打听情况 于是派妙龄去跟踪池镇 自己则再次来到刘亚萍家 陆里拿来艺术家公园的地图 让男人指出妻子平常有可能去逛的艺术品店 根据线索陆里来到艺术家公园 想要寻找朵拉内幅画的来源 无意间发现了一家卖油画和小艺术品的店 这家店本来没有引起他的注意 可当他回到警局查看证物时 突然看到从刘亚萍车上找到的钥匙口 才想起店里也有着相同的在售卖 连忙回到艺术品店准备将老板带回警局询问 此时的池镇 也从刘亚萍家里那副奇怪的手工画上发现了线索 他认为凶器极有可能是只手工画的棒针 第二天两人再次假扮保险人员 来到刘亚萍工作的医院寻找线索 他们找出诊疗记录 从上面发现了一个熟悉的电话 正是当时给莉莉打过电话的那个女人 他们询问医生才知道 此人是一名怀孕八个月的孕婉 而且当天下午会来医院复诊 于是池镇决定在医院守株待兔 可当这个女人准备下车时 却警惕地看到了池镇 发觉不对劲女人直接关上了车门扬长而去 等池镇追出来女人已不知去向 眼见五天期限已到自己却没有找到凶手 池镇找到陈先生的手下康叔 想要他们放过自己的家人有事冲自己来 结果陈先生打来电话告诉他 警方已经破案 凶手是一名男画家 这让池镇觉得很郁闷 似乎自己的调查显得毫无用处 他喝得醉眼迷离跑到警局大吵大骂 说陆黎抓错了人 他把从刘亚平家里发现的手工话交给陆黎 告诉了他自己的推断 还带着陆黎来到殡仪馆查看了莉莉的尸体 陆黎这才知道这起连环杀人案还有第三名受害者 当他看到莉莉的记账本 同时听到手机里的通话录音后 终于也意识到不对劲 马上联系了法医过来收尸 警察局副局长紧急召开会议 他担心还会出现第四个受害者 命令陆黎一周内必须将凶手绳之以法 为了对池镇提供的莉莉线索以示感谢 陆黎拿来了画家张志刚的口供交给池镇 池镇根据张志刚的口供 查到了他经营的画室的地址 而这个地址和莉莉本子上记录的一模一样 此时另一边 陆黎回到警局翻开口供 发现朵拉家里画上的数字漆 与张志刚口供的数字漆血法一模一样 他怀疑凶手不止一人 马上准备再次去找他 可当他赶到医院时 病房已空无一人 于是他和池镇不约而同地赶到画室 发现了一处地下室 他们在油画架上发现了动脉喷溅的血迹 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发现了几位受害者的油画画像 陆黎马上要同事锁定张志刚的位置 他和池镇则马不停蹄地开始了追捕 而此时的张志刚带着孕妇李小姐正在一路狂飙 由于林盆在即李小姐情绪激动 与张志刚发生了争吵 而真相也终于浮出水面 张志刚在女朋友李小姐怀孕的时候 出轨了第一名受害者朵拉 结果却被李小姐发现 为了让女朋友消气 张志刚让朵拉前去赔罪 还答应他如果挨打 一巴掌一万一脚两万 却不曾想两人见面后 李小姐越骂越气 于是拿起棒针活活将朵拉扎死 为避免东窗事发 张志刚将朵拉抛尸在了干水桶里 然而由于他爱的只不过是李小姐肚子里的孩子 并不是他本人 耐不住寂寞 他又联系到莉莉搞起了皮肉交易 李小姐的心理逐渐扭曲 打电话将莉莉约到废墟带走 随后在画室用同样的方法将其杀害 张志刚又将莉莉抛尸湖中 而第三个受害者刘亚萍可谓是真的躺枪 一次张志刚陪李小姐去运检 无聊和刘亚萍多聊了两句 再次激起李小姐的醋意 这天刘亚萍好心送她回画室 她却以参观油画的借口 将其骗进画室残忍杀害 随后装作若无其事地弄好一桌饭菜 等着张志刚回家 庆祝一下 庆祝是吗 庆祝 你终于可以心目在念 全心全意地和我一起过日子 当她看到刘亚萍的尸体时 才知道她的张花惹草再次害死一条人命 但是考虑到李小姐肚子里的孩子 她再次决定帮她抛尸 她将车开到桥边 挂上前进挡让车自己开上了桥 最终撞到了抛锚等待救援的小情侣 在警方的层层围堵之下 终于拦住了张志刚的车 见到李小姐羊水一泊 警方也马上安排她入院生产 陆离带着持阵准备返回警局路口供 此时对讲机里传出了同事的声音 桥边东北坡发现碎尸 仅刑侦局的人立即前往现场 是你这么好啊 你给我站住 来跑 四眼刚从小卖部买了一瓶可乐 不曾想出门就被人抢劫 可让劫匪意外的是 这个四眼裤都比脸还干净 全身上下只搜出了两百块 劫匪看他可怜还给四眼一百便准备离开 却不曾想四眼抄起拖把发疯似的追他 两人你追我敢跑到一片茶园 无意间看到了一只虎皮人爪 陆离接到报案很快赶到现场 但是由于连日降雨 现场已无有效证据 由于尸体的碎块是在尸肥沟里发现 陆离赶紧让同事盯着尸肥沟开挖 这时法医老师过来告诉陆离初步尸检结果 骨头没破裂 关节处割开子 据手分之 那你再看看这个 肌肉断裂整齐 刀痕从鱼尾纹装 骨头是线状砍横 可到 这就有意思了 分尸是为什么 终于带着 方便带着 你要么是磕 要么是砍 哪来的贤轻一直用两种工具呢 老师推断死者身高应该在一米七五 体重足有一百一十公斤 可同事们一通挖 却只找到三代尸体 唯独少了头部和胯部 由于尸体的缺失 老师无法查找到死者身份以及死因 想要破案陆黎只能把尸块找齐 很快五天过去 案件毫无进展 董副局长找到陆黎施压 你到底找了什么呢 我再等一场 为了让他尽快破案 董局给陆黎找来了一个帮手 此人正是冤家陆窄的池镇 早在几天前池镇的酒吧夜店就接连被查封 他找警官询问才知道有人要见他 陆黎之前有个发当 叫死高 本来两个人合作也挺好 在上半年的时候 出了点事 陆黎把他拍当楚刀的答案 是不是他还不清楚 由于楚刀的事情 董局长不想再让陆黎单干 决定将池镇招入警队 池镇找到老板陈先生汇报此事 却不曾想他一口答应了下来 你不是很喜欢查案吗 警察局有我的人挺好的 无奈之下池镇指得接下差事 陆黎望向窗外 看见天空乌鱼密布 他知道自己要等待雨来了 雨停之后 陆黎带着池镇再次来到查员 走路间陆黎不解董局为何要将池镇调来警队 池镇却跟他聊起了楚刀的事情 他说你之前有一个搭档 跟你关系非常好 叫楚刀 后来被诬陷为警戒败累 被当场击毙 他确实跟逃犯构就在一起 楚刀和陆黎从警校毕业就一直是搭档 七年间两人情同兄弟 最后却被他一枪打死 想到楚刀的遭遇池镇不免 对自己的小命有些担心 兄弟下次要是有什么做得不周刀的地方 麻烦先说一说啊 两人来到施肥沟准备再次开挖 可池镇刚下铲子陆黎就要他换的地方 挖这里 那就是挖一枪你自己不会挖吗你 你带枪了没有 带了 挖哪 原来陆黎要挖的 是有积水的施肥沟 为了方便肥料渗透 施肥沟往往都是土质松软 雨水很快便会渗透下去 可如果下面没有尸体 则会影响雨水的渗透形成积水 果然不出陆黎所料 没过一会他们便在土里找到了圣仪的装饰袋 陆黎更是从袋子里找到了死者的内裤 上面有着一个缝合的隐藏口袋 而口袋里面装着的则是一张泛黄的登基牌 陈明阳 死者可能叫陈明阳 案都是死者自己封上去的 你们有想过他为什么要把登基牌封在自己内裤里呢 有人要杀他 他把他死了以后 别人不知道他是谁 尸体运回警局 法医老师经过一晚的奋斗 终于将尸块拼成了人形 陆黎向董局简单叙述了死者情况 准备前往十字港展开调查 董局找到池震家里 想要他跟着陆黎一起去十字党调查 并要求池震则即将陆黎杀害 几年前一身正气的老局长张局 不明不白离起死亡 他怀疑是陆黎所为 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你在跟一个警务人员说杀人 是不是疯了 池震不想滥杀无辜 可董局却拿他的母亲威胁 无奈之下池震只能答应 别那么激动 把这件事处理好 于公于私 对你多 这是你的机票 别忘了你的身份 来到十字党陆黎和池震兵分两路 池震来到陈明阳家里调查 只找到了他的大姐和小妹 可当池震告诉他们陈明阳的死讯时 离奇的事情发生了 池震要来陈明阳的照片 才发现照片上的人和死者 并不是一个人 陈明阳本人很瘦 而死者却是个十足的胖子 此时陆里也在农场 找到了陈明阳本尊 他坦白自己确实去过华城 不过是去给大嫂送杀爹鱼干 至于照片上的死者 他却并不认识 这时池震也找了过来 他们这才知道陈家的大哥陈明语和小弟陈明光 都在几年前意外去世 小弟死于溺水 而大哥则是回来奔丧后返回机场的路上死于车祸 随后陆里来到十字城警局查询出路径记录 却发现陈明阳在案发当天一早就返回了十字城 有充足的不在场证明 第二天陆里他们再次来到陈家调查 陆里找到陈明阳的老板 才知道几年前陈家大哥陈明语 在奔丧后准备返回机场 却意外发生车祸自然爆炸 虽然及时就下了妻儿 但自己却烧得面目全非 此时池震也开始用美男计 套陈家小妹的话 原来他们一家一直很穷 直到大哥陈明语去国外做生意 家人的生活才得以改善 大哥陈明语死之前 突然买了五份保险 总价值超过一千万 大哥死后这笔钱 大嫂和他们兄妹三人都分了五百万 而这兄妹三人没多久就把五百万败了的金光 全靠大嫂开美容院养活他们 酒席上池震看到陈明阳喝的大醉 本想套他的话 可他却一直守口如瓶 这让他和陆离开始觉得 大哥陈明语的车祸有些蹊跷 晚上回到酒店 董局发来消息催促池震尽快动手 可他却始终过不了内心这一关 最后无功而返 第二天陆离顺着保险这条线索 走访了几家保险公司 才发现他们当时都有过疑虑 可死者的血型和陈明语完全一致 家属也都认定死的就是陈明语 于是几家保险公司并没有多想就完成了赔付 回到华城池镇将登机牌交给陆离 让他去拿行李 突然想到了陈明阳的登机牌 为何会在死者身上 他们连忙调取了当天飞机上所有乘客的信息 终于找到了死者的真实身份 经济舱22A 孙薇 生起山山的那些碎尸 真是这么一刻人啊 陆离和妙龄赶到孙薇之前居住的酒店 却只找到一个行李箱 里面除了一些贴身衣物 只有一种奇怪的消炎药 与此同时池镇也来到陈明女妻子 王淑仪美容院的会计事务所了解情况 才发现孙薇正好是美容院的股东 而且每年王淑仪都会分给他一笔不少的分红 晚上在酒吧 池镇和陆离交换了查询道的线索 他们推断孙薇与陈明杨来化成 应该是为了见王淑仪 而孙薇的死很可能与陈明杨有关 第二天陆离和池镇来找王淑仪 王淑仪听到孙薇的死讯时 似乎并不知情 而当他们问起陈明女是怎么死的时候 他却不愿多谈 此时王淑仪的未婚夫前来陪他选婚纱 陆离他们也只能先行离去 回到警队 见证科的高队长告诉陆离 所有证物里只有那和消炎药找到一些线索 因为只有长期整形的人才会吃这种药来消炎消肿 陆离马上要鸡蛋仔开始调查 消炎药是从哪里开的 此时妙龄找到陆离 经过他们和国外警方的沟通 才知道孙薇本人好好地活在国外 而他的护照早在几年前就卖给了别人 卖掉的护照加上整容的线索 再次让案件扑朔迷离 第二天鸡蛋仔带着陆离来到一个牙科诊所 才知道这里也有整容业务 看到照片医生马上就认了出来 几年前有人找到他 说要整成照片上的胖子模样 医生一开始拒绝了此人 可一年时间他就增肥了一大圈再次找到医生 医生见此人有趣便答应了他的请求 经过十几次的手术 医生终于把他变成了孙薇的模样 说完医生拿出这几年记录下的照片交给陆离 当陆离看到最早的照片时 才发现此人正是陈家的大哥陈明宇 而他早应该在几年前出车祸身亡 陆离和池震再次找到正在婚礼彩排的王淑仪 这一次他倒是直接承认了孙薇就是陈明宇整容假扮 但他却一直强调自己没有杀害丈夫陈明宇 如今他再次举办婚礼 即将嫁给自己从小梦寐以求的人 希望陆离和池震不要破坏他的婚礼 此时池震找到王淑仪的女儿想要了解情况 恰巧碰见了王淑仪的父亲王长林 池震倒了一杯滚烫的开水给他 可王长林的手似乎很耐高温 这让他想到了茶农们的习惯 你知道茶叶是怎么炒的吗 把茶叶摘下来放到一个小锅里 底下生了火 一般的茶农都不会用铲子铲 要用手这样抄 所以有很多老的茶人 甚至连手套都带 根本就不怕烫 刚才我跟这个王长林两个人喝茶的时候 我给他倒了一杯茶 很烫 他就直接握在手里 就跟拿这个男手宝一样 不早说啊 陆离和池震来到王长林的住处 发现家里空无一人 他们在桌角发现了血迹 地上还有尸体的脱痕 很明显这里就是杀人现场 他们跟随血迹来到不远处的一处小木屋 才发现屋内飞满了苍蝇 而地上则是分尸用的茶刀和遍地的血迹 此时的婚礼上 王淑仪对新婚丈夫许下种种承诺 而当年他也对陈茗语说过同样的话 正是那些承诺让陈茗语变成了孙薇 也害他丢掉了性命 很快陆离和池震就来到婚礼现场 当王淑仪看到父亲手上的银手镯 才知道东窗事发 而案件的真相也终于浮出水面 男人被自己的岳父杀害 临死前嘴里还喊着自己女儿的名字 希望岳父帮自己照顾好她 而这一切不过是为了钱 男人名叫陈茗语 家里虽然一贫如喜 却也其乐融融 这一天家里的三弟溺水身亡 一家人正在办理丧事 这时二弟陈茗语将他叫到外面 递给他一摞保险 怎么给我买这么多保险 我和大姐小妹都商量过了 我们就趁着机会 骗一大笔保费 原来弟弟妹妹们想钱想的发疯 打算借着三弟的死来骗保 陈茗语本来想要拒绝 但是为了让妻子和女儿过上更好的生活 最终同意了弟弟妹妹的计划 他们带着三弟的尸体 来到一处偏僻的高速公路 让大嫂王淑仪将自己身上烧伤 然后众人将三弟放在车内 一把火烧掉了汽车 成功地制造了一起车祸骗得了宝费 为了不被发现 陈茗语至此开始隐姓埋名 他买来胖子孙薇的护照 开始不断增肥 经过十几次的手术 终于变成了孙薇的模样 本以为拿着钱可以开始幸福地生活 却不料妻子开始跟别的男人约会 对他也是越来越嫌弃 你看看你现在是什么样子 你看看你这张脸 你这脸上就写着我想死 哪怕如此陈茗语也没有纠缠 只不过想要拿回孩子的抚养权 可妻子却一口拒绝了他 你现在不是小陆的父亲了 你不是陈茗语了 陈茗语痛苦万分找到帮他整形的医生 想要变回曾经的模样 可纵使他现在有再多的钱 医生也是爱莫能助 我只是想见见我的女儿 我救救你了 我变回 他回到家里本以为会得到兄弟姐妹的支持 可他们却一个个为了钱 让他不要再争夺抚养权 见到他执意要去夺回孩子 几个姐姐连忙鼓动弟弟陈茗阳 跟着哥哥去化成 你要是不想再过穷日子的话 你给我快点跟上去 兄弟二人来到美容院 可王淑仪却态度坚决 甚至还说只要让他与陈家断绝关系 往后每个月多给15万生活费他们 只要我每个月多给他们15万 我王淑仪从今天开始 跟你们陈家毫无瓜葛 陈茗宇气急败坏 拿骗宝的事情威胁妻子 楼上的争吵全部被楼下的岳父听到 此时被赶下来的陈茗阳也开始不断添油加醋 如果我哥不在了 多好 晚上回到酒店 陈茗宇担心自己的安危 为了留下线索 他将弟弟的登机牌缝进了自己的内裤 第二天被岳父骗到家里 本以为可以见到女儿 却不曾想岳父将刀口对准了他 最终将他杀害并残忍分尸 虽然最终岳父和弟弟都被警方抓获 但几个吃着人血馒头的妹妹 池震却拿他们毫无办法 他只能痛斥他们的冷血无情 希望能让他们忏悔这些年来的所作所 在陆离和池震准备收队返回华城的时候 华城的一处青年旅馆内 一名女子离奇地死在了自己房内 你们回来了 都吃过了吗 嗯 推电离馆的超级棒 那就好 晚安 晚安 See you tomorrow OK See you tomorrow 男人见到长腿美女路过 瞬间动起了弯心思 要老板将自己的房间换到美女隔壁 很快一夜过去 男人也在美女房间醒来 可没过一会 他就急冲冲地跑了出来 此外你在这儿睡了呀 不不不 拿个东西 旁边的房客发觉不对劲 随即进入房间 才发现美女已经面无血色 此时男人来到楼下 杨庄镇定想要离开旅馆 却被房客们拦住 陆离很快赶到现场 发现死者是泰国人小怕 尸检并没有发现皮外伤 也没有打斗的痕迹 你闻一下 清化物 清化物中毒 味最大的地方是鼻子和醉 来到房间外 陆离马上要见证科开始搜索 看还有没有别的清化物 自己则下楼审问名叫关之源的男人 可他却一口咬定自己没有杀人 当陆离问起清化物时 房客们都是一脸懵 只是说昨天一群人跑去唱歌 最后小怕喝的大醉 关之源将他背了回来 此时老师告诉陆离 小怕的死亡时间 应该是昨晚12点到1点之间 而诡异的是这个时间 房客们应该还在唱歌 当时并没有人发现小怕已经死亡 由于暂时没有发现线索 陆离决定让所有住客留在旅馆不准离开 他带着鸡蛋仔来到了当晚的KTV 在厕所的水箱里 发现了装清化物的瓶子和作案的手套 鸡蛋仔也找来了所有住客的资料 第一个到旅馆的人叫徐亮 让人奇怪的是 他到这一周的时间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甚至在房间里既不用手机也不用电脑 除了睡觉吃饭 就是在门口偷听外面的动静 第二个男人名叫何欣语 看他的穿着应该是一个背包客 这几年一直在四处旅行 第三个人名叫成飞 在美国读了八年的博士一直没毕业 后来好友杀害自己的老师 他被当作共犯关押了六个月 最后被无罪释放 第四个女孩是国外华人冯婷婷 据说是来化成看望自己的男友 结果男友考试延期 就暂时将他安顿在清旅 第五个男人名叫为强 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 准备来化成投奔自己的表哥 第六个到清旅的正是死者小帕 自己一个人来到这里 行李只有一个旅行箱 第七个则是目前嫌疑最大的官之园 说是跟女朋友吵架想要散心 本不准备住在这里 看到小帕后想要泡妞才住了下来 而最后一个到清旅的 则是一家通讯公司的副总 名叫刘远 在这八个人里除了官之园 农民工围墙和大老板刘远 引起了陆离的注意 一个副总不在星级酒店待着 一个瓦将公不在宫棚待着 他们来清廉旅舍干什么 不久后陆离叫来 剩下的七个人一一询问 大致还原了昨晚唱歌时的经过 一行人来到KTV 徐亮带头开始蹲蹲蹲 气氛瞬间搞了起来 虽然官之园为了小帕而来 结果他却第一个就醉了 随后小帕也醉熏熏地去了洗手间 至此就再也没有出来 而此时围墙给刘远敬酒 却被刘远瞧不起一顿羞辱 两人最后打了起来 外面所有人也都忙着劝架没人注意到小帕 等到围墙打完架去到洗手间 还以为小帕喝多了 最后是刘远将他抱了出来 临走石棺之园将他背回了房间 第二天每个人都是十点以后才起床 一般的凶手犯案之后会尽快离开现场 可这个凶手却胆子非常大 一直混在剩余的七人里 为了尽快破案 陆离给池震打去电话想要他过来帮忙 可此时的池震却一直不接 因为在不久前董局告诉了池震一个惊天消息 当年他的姐姐池文惨遭杀害 作案凶手陆子明正是陆离的父亲 而这件事情只有陆离 董局和死去的张局知道 如今池震不知道要如何面对陆离 此时的陆离 为了避免凶手再次作案 他选择通宵守在亲女门口 等到第二天一早 他便挨个叫醒所有的住客 准备接着审问案情 这时池震也终于赶到了案发现场 但他却发现剩下的住客似乎又少了一人 等陆离他们寻找一圈来到浴室 才发现关志源已经死在了里面 经过法医尸检推测凶手为男性 用铁丝从背后活活将关志源勒死 此时妙龄来到卫生间翻看死者衣物 才发现这个迷彩外套并不是关志源的 这不是关志源衣物 这何心语的 陆离马上找来和心语问话 池震推断凶手要杀的第二人正是他 所以他才将自己外套挂在浴室 让凶手杀错了人 和心语告诉陆离他们 他挂完外套就在隔壁淋浴间躲了起来 但是从门缝下面只能看见小腿 并不知道凶手究竟是谁 当陆离问起他与小帕的关系时 和心语只说是生意伙伴 并不是很熟 随后陆离又叫来几人问话 只知道徐亮是因为殴打网瘾学校的老师 还偷了他的钱 所以才鬼鬼祟祟躲到青旅 他巴布地承认自己杀过人 这样就能去大牢里混吃等死 剩下几人的理由也都是毫无破绽 随后陆离又将众人集中到事发时的KTV 让他们自由活动 而他和同事们则在监控后面想要找出破绽 却依旧毫无收获 甚至在这些人的家属身上 也找不出任何线索 而这时的和心语却显得越来越紧张 我能不能申请警察保护 你说什么 真的有人要杀我 看到监控里的动静 陆离决定再干一个通宵 他想要和剩下的六人再好好聊一聊 于是四个警察六个嫌犯玩起了真心话 陆离带头说起了心里的秘密 他曾经因为父亲的影响考上了警官学校 结果在大三大年父亲因为犯下杀人最入狱 他的人生观也就此崩塌 轮到池震的时候 他也聊起了自己姐姐被害的事情 只不过池震并没有告诉陆离 他已经知道凶手和他的父子关系 随后围墙也发了言 不出意外地再次被刘远嘲笑 两人差点又一次地爆发冲突 接下来便轮到和心语发言 我知道你们其中有人要杀我 我不知道谁派来了 但是我想告诉那个人 之前的那些钱我一分都没拿 和心语说完 马上喝了一口水 想要平复自己紧张的心情 随后冯婷婷和旅店老板都分别发了言 而就在旅店老板正在说话时 和心语却开始躁动起来 彼此随见证 青年旅社发生的连环命案 引起了警方高层的注意 这天一个穿着向袁世凯的领导 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来到了旅馆 这谁要穿成这样 更害羞 龙城皇家警署 李立行副署长 打过招呼之后 李立行劈头盖脸对着陆离一顿数落 随后宣布该案件由皇家警署接管 来到外面董局也添油加醋 要他们原地放假 还要鸡蛋载去泰国旅行 而此时的KTV内 李立行的手下在茶几下面发现了一枚钮扣 里面有氢化物的残留 李立行马上雷厉风行 将旅馆升为二级警戒 还要剩下的五人全部换上了囚服 餐具也都换成了塑料的 直接将他们原地拘留 第二天一早 李立行便将五人叫了起来 再次开始一个个单独审讯 结果五人的说辞依旧天衣无缝 于是李立行再次将众人关进事发时的KTV 给他们一人一个本子一支笔 让他们把想说的话全部写下来 直到有人承认自己是凶手为止 听到这里五人直接崩溃 而李立行则来到监控室 开始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 几天后 闲不住的陆离和池震回到警队 正好碰到从泰国网恋奔现回来的鸡蛋仔 几人问起他网恋女友的情况 他却支支吾吾 我之前不是喜欢一个泰国的女孩吗 我们俩在一起聊天 看电影 一切都很顺利 然后到了晚上 他突然跟我说 他上个月才刚完全变成一个女孩 原来鸡蛋仔网恋了一个人妖 听到这里陆离几人也忍不住不停大笑 这是鸡蛋仔说起自己在泰国的另外一趟行程 我去找娜巴的父母去了 我说给他们慰问一下吧 然后他妈妈就给了我这张照片 说问妹问他老公 我看见这张照片以后 我就惊呆了 等池震拿起照片 才发现何欣语就是小怕的老公 他也终于想起来之前 为什么一直觉得何欣语眼熟 几年前何欣语想要请池震打一场官司 当时一对澳洲夫妇 找到做中介的何欣语想要买房子 结果第二天他就把劳两口绑架 想要吞掉他们买房的全款现金 结果直到把劳两口折磨至死 也没有问出保险箱的密码 无奈之下 他只能拿光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 连扫地机器人都不放过 最后也正是扫地机器人的定位系统 暴露了他的位置 警方才将他抓获 看到这个案子池震觉得是个死案 当年就拒绝了何欣语的请求 如今他却想不通当年人证物证接载 何欣语怎么会被判无罪释放 带着疑问池震和陆里 找到当年案件的律师 结果律师也是一脸懵逼 当时本应该出庭作证的中介公司经理 和劳两口家的保姆 都是案件的目击证人 结果开庭当天都离奇死亡 经理走在路上被空调外机砸死 保姆则是被车撞飞 倒是律师平白无故打赢了一场 不可能赢的官司 赚得盆满钵满 而当年负责该案的警官正是李立行 随后路里找律师要来事发当天的录像 放大之后他们才看到 开车撞飞保姆的人 正是身在旅馆的承飞 两人马上猜到凶手 下一个要杀的应该就是他 哪怕关注人核心与死有三个人 还有四个 到底谁来说话 石震和陆黎带着疑问 连夜网于管赶 他们想要赶在凶手之前就下承飞 而此时的李立行已经没有了耐心 他直接叫走了所有手下 准备让五名嫌犯放飞自我 此时心虚的承飞率先崩溃 我他妈的就不应该来上 众人看向他的眼神 让他不寒而栗 他上前一把抢过围墙的本子 发现上面写着的正是自己的名字 随后他逐一查看了剩下三人的本子 写的也全部都是他 崩溃之下 他终于承认了自己曾经杀人的事实 我承认 我是杀过人 被蓝雅杀过一对老夫妇 还撞死过一个保姆 我干的我都承认 那他们这个不是我杀的 见到承飞终于承认当年所作之事 其余几人纷纷起身 围墙和刘远也不再争锋相对 在三人的围攻之下 承飞很快败下阵来 就在徐亮想要动手的时候 却被刘远拦住 这时冯婷婷制止了众人 缓缓来到承飞身边 绕过来 放下我去 蹲下 好在陆黎他们及时赶到 才就下承飞一命 很快李立新赶了回来 他直言想要用这种过激的方式 让当年的罪犯伏法 当年让承飞几人逃出升天 是他心里一直过不去的看 案件再次交还给陆黎和池震 池震在资料中查到 一份家族信托的授权基金 金额正好与当年老两口 想买的房子售价相等 都是450万 他怀疑有人利用信托基金 吞下了老两口的购房款 于是两人找到基金公司 一番打听才知道 这老两口当年有一个养女 信托基金也是老两口为他所准备 而这个养女正是冯婷婷 几年前冯婷婷意外找到了自己的生母 虽然多年养育之恩让他很是不舍 但是无奈之下 他也不得不和老两口告别 不久后承飞策划了绑架案 伙童和欣语小帕将两位老人折磨至死 就在这时家里的保姆 发现了这一切落荒而逃 害怕事情暴露 承飞只得带着几人慌忙撤退 不久后房产中介公司的经理 也发现了何欣语的异常 可就在开庭前 房产经理和保姆都突然死亡 最后承飞三人无罪释放 经过两年的调查 冯婷婷终于查到了案件真相 她找到信托基金软磨硬泡 拿出了所有钱 找到了房产经理留人的弟弟刘远 同时也找到了保姆的儿子围墙 三人一同策划了这起连环谋杀案 他们给承飞三人发去短信 告诉他们当年的事情已经暴露 以此借口将三人骗到青年旅馆 唱歌当晚小帕喝多了想要去厕所图 冯婷婷也趁机跟了进来 她将氢化物倒在毛巾上捂住小帕的口鼻 将它杀害 而在真心化的时候 刘远扯下衬衣上的钮扣 趁众人不注意将氢化物粉末 倒入了何欣语的杯中 至于关之源 则成为了何欣语的替死鬼被围墙杀害 而徐亮只不过是一个暴民 想要坐牢摆脱父母混吃等死 至此真相大白 虽然大仇得报 冯婷婷三人也免不了牢狱之灾 陆离和池震返回警局不久 新的案件再次发生 一名老母亲过来报案 说自己的儿子失踪14个月毫无音讯 就是我如果真的要死了 无论死的有多正常 你一定要当凶杀案来立案 一个肥宅来到警察局 说最近一直感觉有人跟踪自己 池震问他跟踪人的性别长相 他却一概不知 还说出一堆二次元词语 听得池震云里雾里 他是男的还是女的呢 不男也不女 说不定是个福塔 说什么 福卡 慈雄同体的意思 黄家伦的叙述并没有引起池震的注意 随便敷衍了两句便想要将他打发走 可当黄家伦离开警局后 却在地铁上哮喘发作 等到列车开门时 他已是口吐白沫 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 池震带着法医赶到现场 并没有发现一样 老实断定黄家伦就是死于急性哮喘 池震想起在警局黄家伦对自己说的话 觉得事出蹊跷 决定将他的尸体暂放 停尸间不允许任何人乱动 回到家里 池震根据黄家伦身上的纸条 登陆他的邮箱 在里面发现了一封全是代码的邮件 于是他给黄家伦父母打去电话 想要找他们再了解一些情况 由于目前的事件结果无法指向他杀 池震只能找到陆离家里想要请他申请立案 可陆离回来后却拒绝了他的请求 因为现在没有证据可以证明黄家伦是死于谋杀 心有不甘的池震又找来鸡蛋仔 准备私下潜入黄家伦家里调查 来到家里池震找到了一份游戏版权合同 参与制作开发的是四名年轻人 黄家伦正是其中之一 看到四个人的照片 鸡蛋仔很快认出了其中的顾星伟 几个月前他与女友分手经受不住打击 最后自杀身亡 一张照片上四个人死了两个 虽然死因都看似没有破绽 池震却觉得事情越来越不简单 就在这时家里突然传来响声 二人马上拔枪警惕地朝房门走去 结果却被冲进来的警察包围 我们接到报警 说你们善喘民宅 虽说你们是行政局 但是你个个政局又记得了不起了 什么都能干 你今天心情不好 心情不好就说 别治他 临走石池震找到接线员 想要打听究竟是谁报的警 再次惹恼了抓他们的警察 又将他们抓了回去 第二天老实找到陆离问池震的下落 黄嘉伦的尸体放在尸检科让他十分恼火 此时妙龄也过来 说黄嘉伦的父母也在等池震 陆离这才知道池震一晚上都被扣在区分局 他连忙赶去将池震他们带了出来 回行政局的路上 池震告诉陆离昨天晚上在黄嘉伦家里还有第三个人 那人担心自己被池震堵在里面无法脱身 才报警让警察将他们带走 池震怀疑四人因为利益产生矛盾 凶手就是四人中的一个 如今四人中两人已死 他担心马上还会有新的受害者出现 这时陆离却告诉他实际上已经死了三个 原来陆离也觉得不对禁案中展开了调查 四人中一个名叫刘昊的男人也在几个月前死于肺癌 虽然他们都觉得此事蹊跷 却依旧没有充足的证据能够证明三人是死于他杀 因此还是无法立案侦查 他们唯一能做的还是私下调查 池震来到四人中唯一还活着的贺云飞公司 想要找他了解情况 结果刚来就吃了个闭门羹 贺云飞直接不跟警察沟通 池震火冒三丈给陆离打去电话 想要立刻逮捕贺云飞 却再次招到拒绝 无奈之下池震只能回家喝了个大醉 想要发泄心中不满 等他第二天宿醉醒来 陆离打来电话 告诉了他贺云飞的死讯 收拾一下 出发吧 贺云飞刚刚死了 怎么死 不是癌症 不是哮喘 也不是为情自杀 是真正的谋杀 别想从我身上下手 看见我身后这两个保镖了吗 全国散打冠军 你呢 先打电话 取消笔中间 怎么那么久没出来 这就开上了 贺总 这个被秒打脸的男人 是游戏公司的老板贺云飞 五年前他和几个室友开发出一款游戏 成功以四千万的价格授权给迅达公司 五年过去版权临近到期 迅达公司想要继续和他们续约 而此时又出现一家游龙公司 想要争取游戏版权 如果此时四位开发者全部离世 游戏版权将自动与迅达公司完成续约 而正巧就是在这一年 几个参与游戏开发的室友全部离世死亡 如今贺云飞也暴毙在谈判过程之中 池震和陆里很快将嫌疑人 锁定为迅达公司老板李金祥 而当陆里找到李金祥时 他却十分淡定 那你的杀人动机很充分 就算有杀人动机 你也得显示证据了 李金祥一口咬定警方没有证据 此时池震也来到迅达公司 原来他和鸡蛋仔被抓的那天晚上 藏在黄嘉伦家里的正式李金祥 他在地铁上看到黄嘉伦出事 马上前往他家想要找到授权代码 这个代码一共四份分别 保管在四位创始人的手中 结果找到一半的时候 他发现池震闯了进来 这才慌忙报警躲去了阳台 虽然还无法坐视他的谋杀罪 池震还是以私闯民宅 将李金祥押回了警局 可回到警局 他依旧死鸭子嘴硬不愿多说半个字 最后也只能看着他被保释出去 不过法医这边有了新的线索 凶手掉了他的包 偷知他的哮喘药 换了一个一本一样的瓶子 瓶子里还装满了粉尘 当哮喘病发作的时候 粉尘进入鼻腔 对他来讲就是必死 陆里找到黄嘉伦四人 曾经待过的学校 找他们当年的宿管阿姨了解情况 才知道四人感情非常好 当年四人都没有收入 被学校碾了几次 都不愿意离开宿舍 最后是宿管阿姨收留了他们 寝室长刘浩找到工作后 几个人靠着他一人的微博工资 勉强苟活 结果几人误打误撞 开发出一款游戏 卖给了迅达公司 从此几人的生活也渐入佳境 随后陆里和池震 又来到顾星伟女友家里 才知道他们并非感情不合 反而十分恩爱 也已经举办了婚礼 直到一天女友下班回到家 发现顾星伟躺在桌上没动静 他本以为老公是喝多了没有多想 最后是朋友看到微博上顾星伟的遗书 给他打去电话 他才发现老公已经自杀而亡 而微博的内容则是责怪他骗钱骗婚 这才导致外界以为顾星伟是未情自杀 这件事情99%的可能不是自杀 是谋杀 就是说凶手 拿着他手里的手机 假装发了这条长微博 然后营造他要自杀的假乡 在他们婚礼当天 兄弟四人都前来祝贺 刘昊想着自己癌症晚期命不久已 想要把剩下的钱分给三个兄弟 可他们全都拒绝刘昊 还将他送去澳门 想让他在人生最后的日子放纵一把 可没过多久刘昊便死在了澳门 兄弟三人也过去带回了他的骨灰 他们领的是刘昊的骨灰 所以说他们根本没有见到刘昊的尸体 此时迅达公司内 由于四位授权者全部死亡 版权将自动须约给迅达公司 就在李金翔开发部会准备宣布此事时 尤荣公司的身经理却突然开口 而这位活着的 正是刚返回华城的刘昊 男孩每天沉迷游戏 不但茶饭不思 对母亲也经常出言不逊 母亲虽然担心却也毫无办法 这天她再次给儿子端来饭菜 怎么敲门里面都没有动静 等她打开门来到房里 才发现儿子已经猝死在电脑前 母亲痛苦万分 同时她也开始了自己的复仇 让儿子沉迷的游戏开发者 正是自己当年学校的几名学生 崔阿姨作为他们的宿管阿姨 对他们了如指掌 她守在刘昊下班的路上 想要用花盆砸死她 被她侥幸躲过 于是她又来到停车场 想要开车将她撞死 却再次让她逃出生天 刘昊察觉到不对劲 以为是三个兄弟为了钱 想要她的命 于是假扮患癌病入膏肓 崔阿姨看到他人之将死 也没有再纠缠 而是把矛头对准了顾兴伟 崔阿姨假借祝福她新婚之喜 来到顾兴伟家里 将安眠药混入水中骗她喝下 等她不省人事之后 制造了自杀假象 还拿起她的手机 发了一条微博作为遗书 随后便找到黄家伦 趁她上厕所的时候 把她的哮喘摇掉包 换成了大量粉尘 最终黄家伦在地铁哮喘并发身亡 而崔阿姨也是全程目的 轮到贺云飞的时候 由于她的身边安保严密 崔阿姨也只能选择 用最粗暴的方式 在厕所里用刀将她杀害 随后悄悄躲进女厕所 等到保镖进去查看时 她才趁机溜走 刘昊回到华城 以游戏授权为诱饵 找游龙公司的身经理要来了枪 随后找到李金翔 在她的逼问之下李金翔才说出事情 三月份有一个人联系我 他说会给我一个完整的代码 有了这个代码 病火王座就可以顺利续约 崔阿姨冒充牧师和她通过邮件联络 制造策划了这一系列意外死亡 等她找到崔阿姨才知道整件事情的真相 刘昊气急败坏地开枪打伤了崔阿姨 幸好陆离他们及时赶到才救下崔阿姨一命 刘昊驾车一路狂飙 时针在后面紧追不舍 最终将她绳之以法 当年的四兄弟如今只有她一人苟活于世 而面对她的也将是法律的审判 回到警局 众人正在为妙龄庆祝生日 这时报警电话再次响起 报警人说离花院有人高空坠落 然而等陆离带队赶到现场 却发现尸体不翼而飞 女人正在查看刚患的灵前 突然一个男人从天而降 把她吓得魂飞魄散 而诡异的是 等警察赶到现场 尸体却不翼而飞只剩下一滩血 陆离找到粉店老板夫妇了解情况 可老板娘依旧惊魂未定 只告诉陆离掉下来的是一个穿短裤的男人 陆离来到房屋顶楼 围墙上厚厚的机灰也说明 人应该不是从这摔下去的 人应该不是从这里掉下去 没错 人要从这里掉下去的话 肯定会留下痕迹 可你看这么多机灰 除了你的手有什么都没有 此时池震也来到监控室 才发现整栋楼只有一部电梯 而从昨天到今天电梯都没人用过 由于这里是平民窟 楼梯也没有监控 因此他们也无法看到 是否有人从楼梯上去 线索断了陆离也只能让大家先收队 回到警局 陆离根据手机上的电话卡 查到死者名叫吴振义 根据紧急联系人的信息 他们找到了吴振义的前妻赵春仁 才发现他们已经离婚十几年 而吴振义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 你们想象吗 我和他恋爱两年 嫁给他三年 才知道他对我说的没有一句是真的 原来吴振义从学历到工作 父母和家庭都是假的 个人信息就像是为赵春林量身定制 活活一个杀猪盘PU的顶行 回到警局 同事们准备趁12点还没过 接着给妙龄把生日过完 这时电话又再次响起 这一次有人报警说 在樱花院发现了吴振义的尸体 陆离他们很快赶到樱花院报警人家里 才发现吴振义的尸体被装在了快递箱里 池振马上对房主展开询问 叫什么名字 叫我大表姐姓啊 你姓大 女人名叫邹梦瑶外号大表姐 而一旁的是她的男友李寒文外号大表哥 至于这个尸体快递为何会出现在他家里 倒是很奇葩 他之前想买一个限量版葫芦瓦 结果卖家给他寄了一个隐身的六瓦 这姐们心也很大 甚至觉得卖家的骗数很有意思 于是再次下班 客服也答应他不会再给他发六瓦了 结果等他收到快递 却发现巨成无比 只能等大表哥回来帮他一起办 两人开心地以为买到了大力金刚娃 回家拆开才发现大力金刚娃死了 问了一圈池阵就听了个葫芦娃的故事 完全问了个寂寞让他很是无奈 好在见证科的老高找到了一些死者随身物品 才不至于让大家空跑一趟 第二天陆离回到案发地附近 找到便利店的营业员询问情况 可他看到照片也说没有见过吴振义 陆离只能拿着死者的钥匙一边询问邻居 一边挨家挨户地试着门锁 经过不断尝试 终于找到了吴振义所住的房间 等他们来到屋内 果然发现了装他尸体的大纸箱 同时还有着大表姐的所有资料 似乎吴振义很早就已经盯上了大表姐 并且做了详细的调查 将他的所有信息资料 喜好厌恶了解得一清二楚 另一边持证也根据快递单 来到快递公司了解情况 才发现之前负责送樱花院的 是一个叫老赖的快递员 结果一周前突然跑路 新的快递员这才接过了樱花院的工作 没想到就出了这么一档子事 当池镇拿出吴振义的照片时 一群快递员表现得很吃惊 难不成 我把老赖的尸体运送到了樱花院 什么 这是老赖 人应该是从这里刷下去 没有打斗的痕迹 凶手跟死者可能是认识的 陆黎吩咐鸡蛋仔保护现场 不允许任何人靠近吴振义的房间 而池镇再次来到大表姐家 吴振义给他们家送了一年的快递 可大表姐两口子居然不认识她 这让池镇觉得非常奇怪 回到警局 吴振义的前妻过来认领尸体 同时拿出了和吴振义家里一模一样的调查图 原来吴振义盯上的第一个目标便是前妻 池镇带着新的发现找到陆黎 他这才知道吴振义是一个惯犯 而他之所以这么做只有一个解释 就是为了钱 这时两个混混冲进来讨债 二话不说就直接开砍 却没想踢到铁板 三两下就被陆黎制服 他们从混混口中得知 吴振义上周借了20万 说是要拿去投资 在市中心租了一层很贵的写字楼 等陆黎按照地址找到写字楼 才发现吴振义不光租了房子 还请了一堆员工 然而所有人都不知道公司做的适合业务 只知道这两天有投资人要来参观 所有人都装作很忙的样子 陆黎找经理要来手机 想要查看他与吴振义的微信记录 结果却在吴振义的朋友圈里 看到大表哥的身影 这个人你认不认识 这就算那个富二代 那个投资人呢 发现两人是一个团伙 池振和陆黎再次找到大表姐 他们这才知道大表姐准备 给男友一千万拿去投资 而大表哥在他这里的身份 则是操盘几十亿资金的基金经理 陆黎将吴振义针对他的调查图 摆在了他的面前 这几门看到图 还以为吴振义也暗恋自己 直到池振将大表哥 接近他的真实意图告诉了他 他这才知道 自己是杀猪盘里的那个猪 陆黎让大表姐约男友见面 随后几人便来到 吴振义租的办公楼楼下 他们才发现 大表姐居然是第一次来这里 等了半天不见大表哥身影 陆黎决定直接上去找他 当陆黎来到楼上时 听到了保安对讲机里的对话 发觉不妙陆黎连忙往天台跑 此时池振正和大表姐喝着咖啡 身后再次有人从高空坠落 死者正是大表哥 刚来到天台的陆黎 只发现了一个身穿蓝裙的女孩 慌张逃走 而她身上的裙子 和陆黎在吴振义家里 见过的一模一样 女孩刚给养父母一家做好饭 端上桌就被弟弟一顿数落 怎么搞的 他当很闲 他去弄弄一个 无奈之下 他只能去给弟弟再煎一个蛋 然而他刚起身 养父就对养母使了个眼色 女人马上心领神会找到养女 待会儿是该走 去你爸房间 他有事找你 为了避免亲儿子误事 母亲拿出钱让他去玩卡丁车 父亲也是急不可耐 去去去去 别吃了 回去 我先走了 可男孩刚走到门口 就突然倒地不起 女人缓缓停下手里的动作 来到餐桌 看到养父母也昏迷不醒 这才放心 她拿出最近连环杀人的 白沙罗夫妇作案照片 反复学习他们的作案手法 再次紧了紧养母手上的绳结 其实自从你们欺负我那天开始 你们就再也不是我的父母 我之所以留在这个家里 就是想把你们对我所做的一切 一件一件的还给我 不顾养母的求教 女人果决的将刀插入了她的心脏 解决完养母下一个目标便是养父 嗯 其实我再也不想看到 因为我一看到你我就 不关系 她逼迫养父交出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 没有任何由于结束了她的生命 这时邻居过来还出租车钥匙 碰巧看到了家里发生的一切 帮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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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邻居却并没有声张 女孩还把所有值钱的东西交给她暂时保管 杀完养父母一家 女孩开始收拾现场 她倒掉盘子里的饭菜 再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将盘子重新装满 收拾好一切准备出门 又碰到了邻居阿姨 可阿姨也无动于衷 似乎与她心照不宣 去洗吧你 而女人之所以要做这一切 是因为从小遭到养父母飞人的待遇 随着弟弟的出生 她也成为了养父发泄的工具 女孩做完一切善后 来到楼下丢掉垃圾 脸上满是解脱的表情 很快警方来到现场 可所有的邻居都帮女孩打着掩护 因为这么多年 他们都知道女孩遭到的虐待 最终警方排除女孩的嫌疑 将罪名安在了臭名昭著的 白沙罗夫妇的头上 也是因为这一次案件 女孩吴文轩也见到了陆里 最终两人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有过一段婚姻 然而本以为所有的事情 能随着时间慢慢被淡忘 结果却不出意外的出了意外 这天一群未孝的学生准备去医院学习 就在大家相谈甚欢的时候 女孩看到了地上的一滩血 等她拉开林校长的衣服 才发现她早已被人杀害 而林校长也正是吴文轩当年的老师 很快大巴直接开到警局 女孩们慌乱下车赶紧报案 然而当老师想要上来验尸时 一向不放过任何细节的陆里 却拒绝了她 下车后也不询问卫校的学生 还要鸡蛋仔马上送他们回去 时镇察觉了陆里的反常 随后询问老高才知道 林校长是陆里前妻的老师 两人把女孩们送回卫校 来到林校长的办公室 时镇发现桌子上 有一个刚送来的信封 打开后才发现 是吴文轩当年考试的卷子 而卷子上的字还非常丑 看到吴文轩的名字 陆里一把拿过了试卷 装作不经意地揉作一团 丢进了垃圾桶 这是鸡蛋仔进来汇报调查情况 可当两人聊完后再看向垃圾桶 卷子却不翼而飞 这让池震再次觉得 这起案件背后似乎隐藏着很多的秘密 池震来到吴文轩家里 想向他了解林校长的情况 无意间看到了餐桌上的变迁 而奇怪的是 当年吴文轩考卷上的笔记气丑无比 可如今变迁上的又很是工整 笔记完全不同 随后池震问起他与陆离离婚的原因 吴文轩只是用性格不合敷衍了几句 池震直入主题聊起林校长被杀案 同时也提到寄给林校长的试卷 吴文轩却反问他试卷和林校长的死有何关系 你现在完全可以把我的询问当成询问 否则再问一遍 一张试卷跟林校长的死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这时门铃响起 吴文轩开门才发现是陆离 我就知道你会来 什么都没问出来呢 吴文轩的事情不需要你来问 池震走后 回到索菲家里分析着案情 原来当年吴文轩就是靠着这张试卷 才有了不在场证明 而从现在的线索来看 当年肯定是有人帮吴文轩参加了考试 为他制造了伪证 第二天下午 吴文轩便开车来到医院 找到当年的闺蜜张新凌 一见面张新凌就问他 林校长的死是不是与他有关 而吴文轩却说换个地方说话 于是带他来到了楼梯间 不久后池震也赶到医院 结果鸡蛋仔告诉他 本应去接女儿放学的吴文轩 并没有出现在幼儿园 聊天间池震看到吴文轩的车子驶离医院 他猜到吴文轩来此个目的 应该与林校长一样 想见同一个人 于是连忙带着鸡蛋仔去往楼上 结果却在楼梯间看到了张新凌的尸体 然而等他来到医院 凶手早就没了身影 回到楼梯间 池震从张新凌身上找出一个笔记本 才发现上面的自己 与吴文轩当年的考卷一模一样 原来他就是当年帮吴文轩替考的人 然而回到警局 陆离再次拒绝了法医的验尸请求 这让池震很是愤怒 还会让死人吗 这让你跟前妻到底有没有关系 回答了 你别管我 我自己会拒绝 池震来到当案室 想要调取当年吴文轩的案卷 结果管理员却告诉他案卷早已被陆离拿走 而这几天也来要案卷的 还有见证科的老高 于是池震找到老高喝酒 想要了解当年案件的情况 才发现老高早在五六年前就开始怀疑陆离 老高告诉池震 当年臭名昭著的白沙罗夫 典型的作案手法有两个 一个是用猪蹄扣绑住死者 另一个则是杀人不拔刀 每杀一个人都会换一把新刀 而当年吴文轩的案子正是这种手法 但在这起案件中 老高还是发现了一场 一般回锅肉 它为什么会有胡萝卜 而且不多 只有两片 其他菜有没有 这不合理 当年老高带回现场的饭菜 回到警局验了三天三夜 得出的结论就是 胡萝卜不应该出现在回锅肉里 因为正常人炒菜不可能只放两片胡萝卜 他断定桌上的饭菜被人换过 由于换菜的过程中没有到干净 这才在回锅肉里出现了两片胡萝卜 当年他本想重启此案的调查 结果吴文轩突然和陆离结婚 他也只能作罢 但是根据他的推测 凶手在作案前应该是下毒毒晕了死者 可如果是这样 那这起案件就应该不是白沙罗夫妇所为 第二天陆离来到医院 和吴文轩一起准备林校长的葬物 路过宿舍时 陆离想起当年调查的情况 才发现是有张兴玲和林校长 其实都在帮吴文轩打掩护 这也是当年陆离排除吴文轩作案嫌疑的原因 陆离提醒吴文轩持证一直盯着他 要他最近不要到处乱谎 而此时持证也来到当年吴文轩的养父母家 想要找邻居们了解情况 正好碰到了当年的张阿姨 可当他听到是要了解吴文轩的案子 直接说自己没空拒绝了持证 这时索菲夸阿姨的邪好看和他套起近乎 带着持证陪阿姨一起来到了超市 持证这才知道 当年被害的夫妇因为没有生育 才收养了吴文轩 可后来突然生出了儿子 便想要把吴文轩送给张阿姨 现在想想 要是当年要把她收养过来 当了自己的女儿 文轩就不能那么委屈了 什么委屈 发现自己说漏嘴 张阿姨也拒绝再往下聊下去 而此时陆里也跟着吴文轩来到了超市 结果一进门就碰到了持证二人 陆里找了一圈没有找到吴文轩身影 反而是在门帘后面发现了一双脚 等他掀开门帘 才发现张阿姨已经命丧于此 他返回停车场 吴文轩的车子早已消失不见 而此时持证刚返回警局 就碰到了前来自首的吴文轩 我来自首 我杀人了 我来自首 我杀人了 随着吴文轩的自首 持证马上对他展开了审问 然而他却只承认自己杀害养父母一家 另外三个人的死他却说与他无关 随后持证问起他杀害养父母的原因 吴文轩却说不出口 看到持证步步紧逼 陆里心急如焚地拍打着审讯室的门 六朝人命 三朝我已经问完了 设下再要我留给你 你最好好好珍惜这次机会 我用从今往后 就是你坐在那儿 进屋不来是你了 陆里来到审讯室 并没有问吴文轩任何事情 只是跟他说着对不起 最后代表刑侦局正式逮捕了他 陆里来到刑侦科 老高告诉了他自己的推断 林校长和王护士都死于人流稀少的场合 凶手有时间等着他们慢慢咽起 所以可以仿造白沙罗夫妇的手法制造现场 可张阿姨死在超市这种人流密集场所 必须要一刀致命 而白沙罗夫妇用的SOG军刀无法办到这一点 因此凶手先是使用M7军刺一刀毙命 再将SOG军刀插入伤口尾 造成白沙罗夫妇的作案手法 因此老高推断杀害这三名死者的并不是吴文轩 不久后警务部的督察找到陆里 他们觉得当年吴文轩案 陆里在没有完全排除他是否真的不在场的情况下 就草草结案 停了陆里的职 在陆里准备离开时 池震问起当年最后一个王姓之情人的去向 陆里却觉得他不会有危险 因为凶手的目的就是要吴文轩认罪 但池震却并不这么认为 第二天池震在当铺找到王师傅 才知道最近有人想要买当年吴文轩交给他保管的东西 于是他找了个借口要来了那人的电话 让鸡蛋再去查 随后陆里也一路跟踪王师傅的出租车 来到一处废旧停车场 陆里下车似乎想要击毙王师傅 却不料车上坐着的是池震 原来几天前副局长董令奇找到陆里 用家人威胁他让他做掉最后一名证人 这时池震打开后备箱告诉陆里 这一切都是董令奇设的局 而后备箱里的人正是吴文轩现在的丈夫老胡 董令奇早就找到他 以轻吞公款两千万作为威胁 让他杀死了前面三位知情人 最终老胡为了自己的事情不暴露 一路跟踪几名被害人 分别将他们杀害 就在这时董令奇也来到了废车场 他将老胡叫到身边 二话不说一枪就给他崩了 随后他从车上拉下了吴文轩 逼着陆里杀死池震 陆里坚决不从 可池震却拿着枪对准了自己 你已经放弃我这个女人一次了 你不能放弃他第二次 你又为什么 池震应声倒地 董令奇还想赶尽杀绝 我一个两个的都死在我的手里 就在两人搏斗间 枪声再次响起 董令奇应声倒地 而开枪的正是池震 原来池震故意把枪对准身上的酒壶 也不知道这酒壶是什么材质 居然帮他挡下了一枪 而董令奇之所以要做这一切 是因为他曾经收了八百万的黑钱 最后被老局长张局发现 不但要他交还赃款 还扼杀了他想要做上局长宝座的想法 最终丧心病狂的他设计杀害了张局 由于当时陆里的搭档楚飞也在现场 董令奇最后也做局把楚飞变成黑警将其击毙 这么些年来陆里一直在调查此事 也成为他局长最大的竞争者 他本想找到池震杀害陆里 却不料两人最后成为了兄弟 最终他导演了这一系列的连环命案 想要将他们一网打尽 池震拿着枪缓缓走向他 董令奇算准池震不会杀自己 依旧很是嚣张 在我的心中永远有个定律 就是当我为恶的时候 便有善与我同在 你的正义到底是什么 你看着我 至此全剧中 这个剧乱尾得很厉害 还有很多坑没有填上 池震姐姐的死 陆里父亲的冤案都没有说清楚 如果有第二剧 到时候我们再如约相见 感谢收看 感谢观看